Hello, 大家好, 我是C股井, 欢迎来到今天的井仔点看 今天这一集就完全不讲河马, 去和大家讲一下两元乘车优惠 对于这五个月以来新加入的观众可能很少听我讲其他话题 因为毕竟不断河马、河马、河马, 就算你说是晨早新闻也好, 最多都是读报纸, 牵涉到的分析其实不多 今天可以给新观众多点了解一下我对社会时事话题的功力 虽然这个两元乘车优惠和我的距离很远, 起码还有30年 但相信对部分观众来说可能已经在用, 又或者你已经是55岁或以上, 59岁或以下的观众 你都会担心就是说, 究竟下年还有没有这个优惠? 又或者会不会有什么限制 比起以前用得没那么自由呢? 因为其实政府一直都想省钱, 一直都想就是说, 这里剪一些东西, 那里剪一些东西 美其名就是把钱用得更加有效率和防止滥用 那些字眼一定说得很好听, 例如说优化, 改善, 这样 但大家都知道没可能再放宽, 例如说年龄没可能再调低, 也不会说机场巴士没有两元乘车优惠, 机场快线都没有 然后突然间就会变成有, 这个没可能的, 所以将来有新的政策出来, 也只是说如何收紧 所以就和大家去探讨一下, 还有今天有新闻说, 有些团体做了调查报告 那么顺便去和大家谈一下, 因为现在香港政府不是无限印钱的, 不是美国政府, 是不是? 再加上现在千亿财赤, 所以政府想省钱, 想去杜绝滥用是正常的 但是, 有没有什么方法是否影响到大家之余, 政府也能够省得到大钱呢? 那么去和大家慢慢探讨, 在节目开始之前, 大家记得留言, 订阅, 赞好 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或者扫描隔离的二维码 每个月用10元支持一下我井仔, 和记得按隔离的小钟仔 那么我们今集节目就正式开始了 其实由今年的8月25号开始, 即已经几个月之前了 所有的2元乘车优惠都要用落油卡才行 即是代表每一张卡已经是神明制了 所以将来去实施任何操作的话, 技术上那方面也方便很多 好了, 和大家看了一些新闻内容 有些团体去发布调查计划 原来年满60岁或以上的2元乘车优惠 上年涉及40亿公帑 政府去年会去检计计划 有团体在昨天公布了一项 访问了800多名掌者 对于2元乘车优惠的意见 发现所有受访者都希望继续维持 只有三成的掌者认为 我可以接受你限制我承搭次数做调整 当中有三成认为应该是保障每个月 可以优惠搭车40至60次 至于相关的团体就说 希望当局能够维持优惠不变 因为如果是限制长者使用的次数 又或者时段会增加长者困扰 其实这份的调查报告 如果以学术角度去看 一定是不合格的 如果你大学生交这份功课 好了,你可以执包袱走 为什么呢? 因为这份调查报告 是明明是偏帮一帮长者 因为一份正常有学术性的研究 是说你必须要去访问全香港不同年龄 不同阶层,不同身份,有没有纳税的人 去问他们是否支持2元乘车优惠 应不应该继续 因为当你只是问一帮长者 好不好取消的时候 他们每个都是受益人 每个人为了自己保障 为了自己利益都会说不好 好像之前有记者去访问长者 你知不支持地铁加价? 你知不支持普通巴士加价? 然后所有受访人士都说 支持呀支持呀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一向都要2元乘车 那你加价就加价 加价更好 那些年轻人给多些车费 将来他们的车费 就可以用来补贴我的车费 所以人家一定支持你地铁加价 也不关我事 甚至乎加价我有机会有好处 但是你试一下反过来 你去问一帮可能交税的年轻人 你同不同意2元乘车优位继续? 那肯定有一帮人都会反对 30年后才再搞 30年后我60岁 到时2元乘车优位便好 不过这些也不重要 不是太重要 就算访问调查对象有偏颇也好 因为就算我至少有30年后 才用2元乘车优位也好 我都觉得这个计划是要继续下去的 二来就是说我父母和其他人都在用 还有一些认真地说 就是说香港的交通支出 其实就越来越贵 就像80岁的长者 他随时真的可能60岁退休 20年就已经花了这些积蓄的时候 那真是人窮起来 会因为钱会因为交通费而不出街 很正常的 因为你想想如果你住元朗 你要出九龙的 这里一来一回都起码四十多元 如果是正价这样 那所以 喂 花成四十多元 有些人是拿纵援的 有些人是拿生果金那些 那那千多元 那你交通费已经这么贵了 那就不出街了 那政府这个计划 是鼓励那些长者多点出街 多点动一下 吸一下新鲜空气 做一下运动健康一点 那所以呢 我就觉得就算你说为了要省钱也好 都不要加太多的限制 那更加莫讲就是说 什么全面取消 又或者那些说 2元不如变成4元乘车优惠 那你不就是变相加价 对吧 好了继续再看一段新闻下去 调查也发现 大约两成的受访者 就是这样说 有八成人是不同意 将2元乘车优惠 就加价去到3元 那有不足一成的长者 即是说有九成人反对 是限时段 又或者是以非现金交通津贴去取代2元乘车优惠 都是一样的 因为那些交通营运者 你们自己出钱 能够减轻政府的财政压力 那些团体都认为了 即是2元乘车优惠 就鼓励长者外出多些活动 那部分的长者是需要坐车去到医院复诊 又或者陪诊 是有实际的需要的 那建议当局就应该维持优惠不变 那限制次数和时段就很不方便 那好了 那其实为什么会经常说到限制时段呢 因为早在十几年前 有班人他们的意见是这样的 他们就说 其实繁忙时段就不应该有2元乘车优惠 因为可以减少长者在这一段时间就上车 令到多些空位 那打工仔就可以准时上班 因为那些打工仔他们就觉得 我准时上班 我赚钱给香港政府的嘛 那当然是我上班优先啦 那如果长者 因为他们就算不用上班都好 如果你说我们这些年龄不用上班 每天跟你睡到12点 那但是长者不是的嘛 长者因为那个生理状态的改变呢 很多时呢 长者就算不用搞闹钟呢 他都早起床过很多年轻人的 即是就算要上班都好 那变相就是说 有时候在繁忙时间呢 成年人和长者 大家一起呢 即是欠位坐啊 跟着呢 又可能有很多长者 所以失爆了一辆车 那所以啦 为什麽有些人呢 会去提出这一种的建议就是说 除非你给正价咯 你给正价咯 你给正价的 你喜欢什么时候坐车都可以 那但是啦 我都是觉得呢 长者是要看医生的嘛 长者呢 是有很多的情况之下 需要紧贴回社会的那些时间表 需要在繁忙时间上面坐车的 因为如果你说 哎呀 坐车要成四十几元 要成二十几元的话呢 就算有些长者看医生 不用钱也好 可能他都会避免了 哎呀不看医生啦 哎呀坐车四十几元算啦 哎呀现在身体又不是很不舒服 算啦 所以呢就不要搞那么多了 那还有呢 对于分时段收费这一样东西呢 其实政府真是不擅长的 就算你说现在是2024年 啊科技应该很发达也好 但是大家记起来 好像是一年前还是两年前那样 政府去搞那个什么隧道分时段收费的方案 不是又是搞到一祸足 那所以啦 其实政府呢 都不想搞这些东西 因为呢 你分了时段的话呢 随时又说什么 哎呀收错了我钱啊 自己又看漏了一分钟啊 那样 然后呢 在技术上面呢 又肯定会闹到一祸谱的 那甚至乎就是说了 有些长者可能为了 哎呀到时才入闸到时才出闸呢 那便塞在那些铁路的出入口那里呢 那你变相又是造成了另类的擠塞 对不对 那到其时那些打工仔又会在那里吵啦 那些长者呢 塞在一条路上啊 我上不了工啊 我上班啊 我上班啊 所以呢 你说搞那些什么技术时间分段那些呢 真是不要搞这些了 那还有呢 你两元成车优位的对象是长者 其实对于长者来说呢 是不应该去定立一些那么复杂的所谓的规限 又说这个中数就收你多少钱 下个中数就收你多少钱 那样呢 因为对于长者来说呢 他们是难以适应的 和政府他们技术上面都不想做那么多东西啦 他们本身又不是说技术很好 随时也是搞到一锅谱的 那他们自己当然做少点就好过做多点 因为呢 不做就不错嘛 所以呢 再情再理来说呢 你说限制时段这一样东西呢 我是觉得不可行的 那至于有些人就说啦 我们限制优位次数咯 那总不可能就是说 你一个月疯狂坐一千次车 接着政府都要补贴了你的嘛 其实限制次数这一样东西呢 我都觉得很笨的 因为例如说 我王大先坐地铁去转石山 那样 那你又是计我一次 我王大先去元朗 你又是计我一次 但是摆明就是说 次数与次数之间呢 大家的金额就不成正比的嘛 那如果你单纯用次数来作为限制的 那我将来有机会 我铺铺都长车短搭啦 那样才过瘾的嘛 这架车二十元我才上 四五元那些车上了 又是计我一次 那我就会觉得很不便宜 所以啦 不要限制次数 我觉得最合理 最能够为政府省到钱 而且也都最不影响到大家的那个情况就是说 用消费券模式去支持着这个计划就可以了 例如说 每个人每个月那张卡呢 就会自动入一千元下去 那这一千元是说 你只是去搭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呢 即是符合条件那些 那才会去和你扣数的 那如果每个月一千元用完就没有了 那和这些钱呢也都不会有累积 即是不会说我今个月不搭车下个月就有二千元 不会的 因为如果你有心被人积累的话 那有些人是可以将一张卡存到一万元之后再卖出去的嘛 那如果你说每人每个月就有一千元去坐车的话呢 那到其时我说知道你长车短搭啦 对不对 那总之是扣钱 那只要扣到你没了钱的时候 那你自己就要给正价去坐车咯 对不对 例如说有些人他知道自己的生活模式 我不是天天出街的 我不是天天黄大仙去元朗的 那有时候天口好兴 那辆车呢 就算这辆过海车也好 我只是搭一个站 但不要紧我计过条数 我今个月的价格很够用 那我就长车短搭啦 那我就照样拍卡啦 因为反正去到月尾的时候 我都花不花钱 那我就变相不介意咯 但是如果有些人呢 他每天都需要坐车的 那变相来说呢 他就要想过自己 怎样去规划那条路线 才能够呢 不要那么快花了些钱 因为如果呢 我每天呢 我去下个村口那里呢 就去买菜的 但是我铺铺都坐过海车过去的话呢 好了 那他一千元那条数呢 就始终都是会爆大锅的 那令到这些人呢 即是没有办法就是说 如果你每天坐 那你就每天都要自己去计住自己呢 坐价便宜些的车 那就确保些钱 不会洗得了 那和亦都是令到呢 政府用的资源呢 就懂得其所 就不会说呢 太过两极化 有些人可能就 他真的不坐车的 他就一元都不用 但是有些人呢 是明明过过村口而已 但是呢 都要花成政府四十几三十几元 那你就不公平了 还有就是说 如果是用消费券那种自动增值模式的话呢 你连两元都不用给 两元都可以取消了它 这样做呢 对于香港政府来说呢 又可以消除多一个 经常被人闹的救病就是说 因为那些人呢 常常都会拿香港政府和深圳政府去比较的嘛 他们就会说 你看看 深圳政府对老人家多好 人家六十岁以上 什么都不用付钱的 香港政府还要收我两元 好了 如果你转了做这种消费券模式的时候 那你就连两元都不用付了 而且在技术上 政府是绝对有能力做到 而且也不像刚才所说的那些 我们分时断了 没那么复杂 所以变相来说 不是按过制 但是呢 是预期内技术不困难 不会有错的情况之下 可以去执行到 而且政府在推行消费券上面 他也有经验 所以呢 是用回过往的经验 所以呢 也不需要担心 有什么新东西又要去研究 没有这些东西 因为限了金额之后 如果你要用的 你就用了 反正正常人用的话 原有的使用方式 不会有什么分别 除非有些人本身就是 说我香港九龙每天不断跑 因为有些人是似着 就是说 长者有身份 接着呢 还行得走得 收钱呢 就是说 周围帮人在不同的地铁站 又或者是坐巴士 去帮人送货 即是表示 他搭乘车 他元朗去港岛 可能要五十几元 政府呢 就补贴他成四十几元 自己呢 只是付两元 接着拿着货坐车 接着去到的时候 给货人 然后收别人一口水 但是别人给他那一口水 是包了那一段 元朗去到 例如说 金钟那段的车费 对不对 但是了 变相是偷了政府钱的 那这些人呢 随时是说 他们一天 要政府补贴的交通费 就可能要成两口水的 到时你用一个消费券模式的话 那这些人 可能五天 就已经花了 政府当月给他 quota的时候呢 哦 那他就没有了 那他最多 就是用到政府那么多钱 不需要担心 有人偷政府钱去用 又或者就算是偷也好 那个额就不会被人 好像无限量去挖矿 当然了 每个月一千元这些数字 是我假设出来的 就算是我的身份也好 我没有内幕消息 也没有参与过政府的讨论方案 不过我是真心觉得呢 消费券这个建议呢 其实是不错的 还有呢 今天亦都有一宗新闻 很好笑的 就是说 一个八十岁的阿伯 坐巴士 他呢 就两元乘车一位 但他不是都白了通 他就这样拿个两元 针进去巴士的收银箱 然后呢 别人不开车 然后他就去骂巴士司机 就说 我长者来的 我八十岁啊 用不用啊 拿个身份证给你看 两元乘车优惠啊 我八十岁啊 你知不知道 但其实不合规矩的嘛 你长者 只要你没有大张落油卡出来的话 其实你也要给半价的 例如说 乘车二十元的 那你也是要入十元下去的 好了 然后这个阿伯不肯 不肯补钱 就在那里发脾气 骂车掌 最后呢 被人拍了影片 就放上网的 好了 如果将来用了这个消费券模式的时候呢 那就不再是两元了 那到其时不用拗啦 总之呢 你没得扣数是你自己的事咯 你要给钱的 你就自己给足全钱咯 除非你自己拿东西出来扣数 因为呢 对于有部分长者来说 他仍然是有些误解 就是说觉得 只要我过了六十岁去到哪里就两元了 哎呀 把八达通放在家里 不要紧 我的袋有很多两元税 就算是可以了 到其时呢 亦都可以杜绝了这个层面上的概念性误会 因为有很多人常说 月两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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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乎政府有些广告呢 都是特意拿过两元的港币 然后贴在海报那里 有些人会有所误会啦 不过你说 究竟我这个方案 有没有漏洞呢 其实每一个方案都会有漏洞的 我这个有什么漏洞呢 很简单的而已 有些住在老人院的公公婆婆 那他们出不了老人院的嘛 那你拿她的身份证 不是身份证啊 拿她的身份证 那你变相就是说 她用不着啊 我用了她的钱的价格 那不过当然啦 如果真的这样的话 其实是等于 我偷了别人的信用卡去用 我拿了别人的信用卡去用 那如果有些人真的颠到 要去用别人的 这些什么东西 就是等于偷的情况之下 那你怎样导用啊 这些都没办法完全制止得到的 那我都想说一下呢 其实我也发现呢 港铁就算来到现在也好呢 就算是落油卡实施了也好呢 都仍然是有捉那些 有没有人是 濫用2元成车优惠的那样 因为实不相瞒 我有个朋友呢 是最近被人捉了 被人罚了一次问 接着呢 他在这里爆了粗口啦 就是当然他不是说 对着职员爆粗口 是当然啦 就是被人查的那时候 就吵吵那样啦 接着呢 去到被人收了一千元啦 之后呢 在个群组那里 就疯狂讲粗口啦 就是对着人呢 就对不起对不起 接着呢 一另一面之后呢 总之是网上凶狠那些啊 所以呢 都看到就是说 其实呢 濫用这一样东西呢 他们会捉的 不过主要都是针对 年轻人那些 去偷人将证去濫用 那至于呢 长车短搭那里呢 暂时都没说见过 就是说会去捉那些人 长车短搭啊 叫他们補钱啊 那些那些 但是啦 不代表这一件事是对的嘛 虽然呢 它是站在一个灰色地带 是不是属于濫用啊 究竟是不是可以罚它五千这样呢 这个很难说的 但是有些事情 你既然知道 可以抹走它 避免灰色的 那你就直接转了 做这个消费券模式咯 还有呢 还有一个好消息 因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呢 忘记了在去年还是前年 还是好像每逢财政预算案呢 都有政党 又或者是有立法会议员 甚至乎是行会成员呢 是真的钉死着两元乘车优惠的 甚至乎打开口牌就说了 不如取消它啦 取消它 不知加加买卖用成百多亿 取消了就可以帮政府省钱了 现在政府千亿财车而已 就是他们这样说 可能因为有些人 他很尊贵 就是月入可能真的三四十万 出入是私家车有私人私机 所以呢 这一世都不会再搭地铁的了 不会再搭巴士了 所以呢 两不两元对他没有影响 所以就说得这么响口 好消息是什么呢 是说来到现在十月了 因为当局就是说 最快今年年未有报告出来的时候 在这段时间都没有什么政客 没有什么政党出来 就是说 针对取消两元乘车优惠 所以呢 对于政府的力度来说 相信都是利好消息来的 因为有时候你不知道 有些人会不会开口中的嘛 例如说 他说取消吗 我们很听议员说的 某某某议员说取消 政府都参考了意见之后 就决定取消两元乘车优惠 不过放心 现在就没有这些声音 所以大家都不需要太过担心这些 其实呢 政府应该是这样的 应该取消的政策就取消 就是我说的垃圾征费 至于呢 不应该取消的 就继续保留那两元乘车优惠 因为呢 大家其实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真是大吉利时 Touchwood 说一句呢 是连两元乘车优惠 都有机会去取消的话呢 那代表了政府的财政真的很不行了 因为呢 你政府一定知道的 你未来人口老化问题是极度严重 而且趋势是会不断膨胀的嘛 好了 那你既然知道问题在这里 你都选择向两元乘车优惠下手的话呢 到时大家可以想一下 那些什么种门啊 生果金啊 那些甚至乎是连基层底层的福利 都有机会削减 不过呢 这种情况呢 就应该不会出现的 但是呢 如果真的有一天 是两元乘车优惠 租到一个很大幅的削减的话呢 那真的会不会随时是说 基层的长者 他们原本应该有的福利 都是会受到影响呢 那当然啦 我就不希望有这一幕发生啦 那还有呢 最近香港股市呢 都炒回上去啦 那政府只是收印花税呢 在这几天都收不少啦 那可能就 就算楼市你说偏软弱都好 不要紧要 那可能股市能够为政府呢 就是带来回一笔的收入 那到其时呢 有钱 那就可以去填补这些 那两元乘车优惠啊 那还有其他地方啊 那总之呢 那到其时呢 有钱出粮啊 有钱去成的时候呢 那些东西就大家开心 大家舒服啦 那现在呢 都不停地说 就是说啦 施政报告啊 那究竟政府对于现在的香港 有什么方法去改好它呢 其实都拭目以待 因为未来的世界呢 其实一定亂的 例如说啦 现在俄乌还在打 接着以色列那边呢 又向全世界打 接着总之很多地方都在打 接着呢 还有美国大选 今次就已经不是说 什么特朗普对拜登 这么一面倒 大家猜到结果的 那对于这些 真的又不知道啊 那和你又不知道 又会不会有那些刺杀事件的时候呢 所以很多事大家都猜不到 那接着还有啦 究竟美国又会不会跟着减息呢 因为今次这个声浪 其实都是说 美国宣布了减息之后呢 就立即港股 不断飙向上的嘛 好了 那究竟如果美国再减息 到其实我们香港的经济 那个情况啊 恒指是不是又会更加好呢 甚至乎是不是就是说 上回去三万点 接着好像沈大师所说 就说啦 上到四万点那样 那总之就 未来的东西呢 就当然希望越来越好啦 因为其实过去那几年呢 大家都是苦过弟弟了 就是你从恒生指数那些 你都反映得出啦 就是在万四点 在万六点 在万六点 徘徊了一段很大段的时间 那当然啦 只要基础面的经济是好的话呢 政府这些福利呢 应该就不会有太大的削减的 好了 那今集的吹水就来到这里了 希望观看数不要太低啦 只要不太低的话呢 让我有多些信心 可以说下其他话题啊 好 就这样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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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